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POW線的對稱軸平行Y軸 也就是說POW線它是這樣的一個圖形 它對稱軸跟Y軸是平行的 所以這個POW線一定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Y等於AX平方加BX加C 然後他說跟X軸交20 比如說交J.20 那既然這樣的話我把20帶進去 要滿足這個方式 也就是說帶2的話是多少 4A加2B加C 這個等於0 並在等於1的地方 等於1的地方 這個以什麼呢 這個曲線相切 假設這個曲線的話 我這樣隨便的畫好了 在這裡相切 那這裡相切是什麼意思 這裡相切它意思就是說 這一點的切線 同時是這兩條曲線的切線 這一條叫Y1 這一條Y1 另外這一條叫Y2 這是等於X四次方加1 好 那在1那一點 就是在X等於1那一點 X等於1 那X等於1那一點的話 Y座邊應該多少 因為它在這條線上 把這個曲線上 所以Y應該多少 Y的話 把它帶1下去 1加2 所以這一點切點的話 是1跟2 好 那我們先來看 可以再立方能數 首先 E2這一點的話 也是在這條線上 那就是 A加B加C 這個會同一點 好 然後呢 切線協力 這是 M1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 2AX加B 我給它帶1 我給它帶1 M1 帶1 這是2A加B 另外呢 M2 這多長呢 但是 4 X13 那給它帶1下去 M2 1 這個等於4 這兩個 在這一點協力要一樣 切線協力要一樣 所以這兩個是相等的 也就是說 2A加B 這個是等於4 所以現在我就有三個方能式 這三個方能式 我可以解三個位置數 好 那我們開始解 我把這個剪下來 剪下來 變成3A加B是等於0 3A加B的話等於0 然後再給它剪上去 就得到A是等於4 好 那A等於4 再來 嗯 不大對 A的話應該是要乎6 嗯 我看 3A加B 嗯 我看 不對 因為它這一點切點的話是12 也就是說 你也不是單一的話 Y要等於2 所以這應該要等2 所以這應該要等2才對 這應該要等2才對 因為這一點的話 12的話是在這個後線上面 我以為你要單一的話 Y要等2 所以這個 減下來的話 應該要多少 3A加B 應該等於乎2 乎2 好 那我把它減上去 那B呢 B呢 B呢 B就等於乎2 減掉3A 就乎2 減掉3A 就乎2 減掉3A A是乎6 B的話 B的話 是16 所以這是10 2減10 是乎8 2減是乎8 所以 這個 這一條 拋物線 就多少 A A是乎6 乎6 是平衡 加B B是16 16 加C C是乎8 減8 1 2 2